现在来看一只猫 大概11个月大 主数是喘 然后喘有一段的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有的数据就是X光跟血压 然后收缩压大概平均只有105 数章是64 收缩105 数章64 平均79 所以算是低血压 低血压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有没有心异性的休克 因为同时有喘的问题 有节律的问题吗 心跳太快太慢 或者是有结构的问题吗 肥大性的心肌病 相性性的肥大 肺脏血压偏高 或者伴随着伴墨逆流都有可能 这是第一个心音性的 然后第二个是低血量性的 包括出血脱水 Edison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是所谓的阻塞性的 阻塞性就是包括有气管塌陷 心胞肌翼 或是肺部有缺氧的问题 然后第四个 是所谓的分布性的 分布性他们都是跟离子的失衡 还有包括败血 包括像脊椎的休克反应这一类的 所以目前要排除的就是心音性的 所以心电图 包括心脏超音波可以排除 然后第二个呢 是包括刚刚低血量性的Edison Edison在幼年型几乎都是跟免疫有关 然后他的恢复时间会蛮长的 大概先天性的大概可以到七年左右 后天性的话 一元性的话 即败库训的Edison 大概还要矫正两年半 一年半不得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现在从低血压 左手去找他的原因 包括心音性跟Edison 神要排除 然后这是他的血液磨片的分类 血液磨片的分类 现在就是看到淋巴球很高 然后离子的异常的部分 目前没有看到太大的问题 那唯一的问题是0太高 所以我们大概在心血管的疾病 临近可能不要超过5.7 尤其是fat 猫的主动脉酸塞全塞症 如果0超过5.7以上 三个月的死亡率会超过95% 所以0要反复的监测他的状况 那其他的都还好 其他都还好 所以就这个淋巴过多的问题 导致淋巴异常上升 这没有提到 我们大部分的Edison 这边大概有分成四大类 Edison 疾病在relyxed leukogram的时候 淋巴会增多 但是他的四中阴球并不会增多 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stress leukogram 我们的淋巴应该是要低的 Eosinu也是低的 但是会有所谓在Edison的时候 会有relyxed leukogram 这时候淋巴球是高的 但是他四中阴球并不会上升 所以在淋巴球高的比例 我们要把Edison列入考虑 相反的就是如果是偏低的 要把cushion列入考虑 然后其他包括发炎性疾病的抗原刺激 这边提到包括Elechia canis 还有Spiral syruc Lupy 这个发炎的反应或感染 第二个 所以在Elechia蛮常见的 淋巴超过25%以上 再来第三个就是包括Lymphoid New plasma 包括Lymphoma 或是CLL 淋巴球性的白血病 这一类的 或是你在打预防针12天之内 都有可能淋巴球上升 然后再其次是这边 幼猫特别是释放出Epinephine 释放出Epinephine 在兴奋生理性的Leucocytosis的时候 释放出Epinephine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淋巴球也会上升 淋巴球会上升 所以这Case跟我们刚刚讲的低血量性的修课 Edison是有符合的 所以是不是Edison 那测一下Colizone就知道 所以这是在我们做检查之前 可以先得到的一些分析数据 然后再来是它的X光 X光看起来就是前夜偏白 前夜偏白 左心是有肥大 那这边看起来我们的右心房也是偏大的 在10点钟12点钟的位置 这张也是一样 这张看起来是 然后现在X光看起来就是唯一的异常点就是在 胃跟我们的胸椎的交接处 这边有个白色的团块 这块比较倾向于有可能是肾上线 所以当初没有Double Check副枪 因为主人只做胸枪 然后做之前一样要先得到正常值 这只猫3.5公斤 所以输入正常值 FS大概是45左右 然后后臂的厚度 输张大概是3.57 应该是MM 然后中格是3.65mm 那右心的数据常看的两个 最后面两个 FAC大概是63.9% 正负6.6% TAPS大概是9.1% 正负1.4mm 这两个要稍微记一下 所以有做一些左心的参数 右心的收缩功能 左心的收缩功能 FAC跟TAPS都代表 右心的收缩功能为主 那当然在有肺水肿 或是有胸腔记忆的时候 我们的FAC 我们的TAPS 就会显著的下降 然后再来做超音波 看1波的速度 要算1除以1pr 这边心跳大概抓到150 150 1波速度是53公分秒 1除以1pr是16.04 16.04 16.04 那我们说过要多采几次 不只是测臂 septum anterior inferior posterior anterior septum 你要各采用一次去做平均 然后从MM 算它的TAPS大概是0.6公分 我们刚刚说过大概要抓到9.1 正负1.4 所以大概就是0.91公分 正负0.14公分 所以0.6算是收缩功能偏低在右心 然后这边送出去的血量也是明显不够在左心 然后左右心送出去血量都不足 然后收缩功能只有29 所以它的左心的收缩功能也不好 右心的收缩功能也不好 目前 然后这是做AFI 2Dstrand 这是做2Dstrand 不是AFI menu2Dstrand 看它的SL 长轴的strand 看DL 长轴的位移 最后一个 这是在三腔式的时候 三腔式的时候 这边看得到的它的strand都不好 负4.6 负4.5 负4.5 负4.2 三腔式的几个区块大概都收缩功能不好 负4.6 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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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心跳速相近 Friend Rate相近的 Friend Rate这边大概都是在80以下 37到80 然后尽可能接近80 为原则 因为动物的心跳是比较快的 三枪完做四枪 深度大概都要维持在6公分左右 除非是Rodin用12S去做 一样这是四枪的SL 四枪的DL 所以三枪四枪完会做到两枪 用menu2D strength 然后这边在四枪式的时候 它的global strength已经到-13.2 所以在三枪式的posterior anterior septum 收缩是不好的 当然四枪式也不好 才-13.2 我们说过要-19到-25 四枪三枪完以后到两枪式做menu2D strength 二枪式做menu2D strength 三枪鼻子做menu2D strength 算数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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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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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做到的数据就是左心右心收缩都不好 那右心是看TAPS 0.6 FS一代是刚算出来是40% 0.5-0.3-0.5 所以是40% 这是右心 那左心FS29 EF是60 它的GW一代是到83% 然后GWI是820 这都蛮低的 所以整体来说 不管四枪三枪两枪 它的收缩功能都不好 那我们这边看得出来 就是右心在Edison的疾病 右心受到的影响 反而比左心来的少 比左心来的少 这边左心做到的 它的GLS Global Longitudinal Trend 是-12.8 那我们刚刚说过 右心的 Global Longitudinal Trend 是-15.7 所以右心确定受到Edison的影响 是比左心来的低的 从这两个数据的比较可以知道 虽然左二心的收缩都不好 左二心的收缩都不好 至少它肺高压不严重 肺高压是不严重的 所以这是Edison 对心肌组织的收缩功能的表现不好 的组织分析 的组织分析 那左心的影响比右心更大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 让奥口服低剂量的Mersia Pre-Salon 去慢慢的去矫正 慢慢的去矫正 也不能一下加太重 这是Edison的部分 去影响到心肌